我來婆婆拿去給人家算命算命說說 你這個媳婦夫妻說貪男化妻 你這個感情都不好 可能不安於是會怎樣怎樣怎樣 你還沒有嫁進去婆婆就討厭你了 我們今天要來先從這一段開始 大家好 我們在之前一系列的影片 在跟大家討論說 每一個星藥等於是我們自己內心裡面 一個自己的內心深層的一個慾望 一個態度一個想法 比如說巨門心所在的位置 實際上就是我們內心不安全感的事所在 比如說巨門在夫妻公 我們對情感的不安全感 然後在財博公我們對錢財的不安全感 在命公當然就統管十二公 我們對整個人生都會覺得有一些不安 有一些不確定性 斗數裡面它利用公位代表了 我們人生的很多的面向 而利用心藥去代表 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面向裡面 我們的態度跟狀態 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可以更細膩的去了解星藥的特質 這些收到大家歡迎 可是有很多網友就來信說 可是如果說我的巨門心 它是畫路 或是說它是畫全 那是不是也會有這種不安全感 還是它如果巨門畫技 那這個不安全感是不是更嚴重 也就是當星藥再加上四化之後 它會產生更豐富的變化 而且四化對於斗數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我們接下來也會錄一系列的 告訴大家說 你的夫妻公裡面 財博公裡面 官路公裡面 它如果有四化 它會是什麼樣子 十二公裡面 很多書都會解釋說 你的夫妻公畫路表示 你的感情很豐富 夫妻公畫技就表示感情不好 是不是完全是這個樣子呢 實際上當然不是如此 我們不斷地強調說 四化 除了我們自己教學上 為了教學方便 我們有的時候會去用說 你的夫妻公畫技可能是要怎麼樣 或是命公畫技進 夫妻公大概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在教學過程中 也都告訴大家說 這是基本架構在建立 但是實際上的解讀 你要去對應星藥 四化是因為星藥而產生 所以根本就不能夠單獨的 去解讀說 夫妻公畫技為如何 從頭到尾都不能夠這樣解釋 你必須要對應星藥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 有很多中國的網路上 在討論說 他們會把那個畫技當成一顆星 叫做畫技星 畫技可能不是一顆星 畫技是所有的星藥 而產生的一個畫技狀態 或者畫路的狀態 你不能單純去討論它 因此我們就介紹一系列 我們來跟大家討論說 夫妻公畫技 你到底是貪狼畫技 那你這是貪狼呢 貪狼對面是舞曲 貪狼對面是連針 那同樣這個 這個四畫的變化 在夫妻公裡面呢 它有什麼樣的差別 不然都是講說 貪狼畫技就很糟糕 花心 慾望很多 然後那個 亂來 反正男人都這樣講它 女兒就是當夫 是不是 有個同學被人家算命 這樣講過的 你這個夫妻公貪狼畫技 你這個感情都不好 感情都不好 你這個很花心 然後呢 那個 如果你貪狼畫技在命工或夫妻公 然後交了男朋友之後呢 準備要訂婚 媽媽拿去 未來婆婆拿去給人家算命 算命說 你這個媳婦 你這個媳婦 可能不安於事 會怎樣怎樣怎樣 你還沒有嫁進去 婆婆就討厭你了 我們今天要來 先從這一段開始 然後大家如果喜歡 小鈴鐺有增加 我們訂閱了有增加 我就一路的講下去 貪狼心 貪狼心當然有很多很多種出合 貪狼的對面可能是無曲 貪狼對面也有可能是紫衛 貪狼對面也有可能是連真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講這個啊 貪狼對面在無曲 最容易啊 因為古書說他花心 而被人家誤會的人 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接下來不管講哪個公位 他很大的成分 如果是命工是如此的話 命工呢 可能會有相同的跡象出現 因為命工同管了十二宮 那貪狼呢 對面是無曲的時候呢 如果他是夫妻公 感情對這個人來講呢 就是他慾望之所在 所以他會追求他所想要的感情 那有看過我的書的人就知道說 所有的心意要都要看對公 也就是說呢 當我在追求感情狀態的時候呢 對公 對公 所有的公圍的對公呢 都是 你內心的想法跟外在的展現 所以 我對感情有所慾望 然後呢 我要怎麼去追求我的感情 表現出來給人家看 很務實的表現出來給人家看 所以說我雖然很多的想法很想要追求我的感情 但是我還是很務實的去考慮哦 這個對象是不是適合我 這個對象行不行 我如果劈腿劈出去的時候 會不會要賠很多錢 那這是一個務實的態度 用務實的態度跟表現出來我對感情的慾望跟追求 你不能說這個人啊 那個這麼的務實怎麼有辦法去追求很多的感情 還是會啊 只是說他不會每個來追他他都要這樣子而已 即便他有很多的想法 我們之前在告訴大家 就是追這樣子的女生啊 你要讓他覺得 你會認真的對待他 你要讓他覺得說 你就是會認真的努力 勤奮 那他就會欣賞你 因為他會 他的慾望來自於想要去找這樣子的人 那這個是基本的邏輯 那如果說現在他是貪狼化劑呢 他就空缺了嘛 我因為想要很多的感情 而且這個想要呢 他很務實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說啊 為什麼都碰不到這樣子的人 我想要這樣子的人 我又碰不到這樣子的人 我就會覺得我的感情產生空缺 內心空虛寂寞的人 所以貪狼化劑 然後對公是無序 這個人呢 很容易在古書上面就會被人家講說啊 這個人呢可能會花心 可是實際上確實不會的 為什麼 因為他即便覺得 你要想 他為什麼會空缺 他空缺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要的那個很務實的態度 那個人家對他的好 不好找到啊 不好找到 難道他會有了不好找到之後 就會去破壞這個無許嗎 實際上是不會的 有些時候不得不承認說 本命盤如此 那 我會在某一些運線 我就真的就是 實在太缺了 ㄎㄧㄤ掉我想說 那不然我試試看 或是受朋友影響說 哎呀你不要老是 都要找那種 已經都失業有成的 這樣不好找 好吧 那我找一個 那個現在正在創業的 我來試試看 有沒有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當然有 因為你受影線影響 可是他實際的情況呢 其實啊 因為對面一個無許在 這個貪狼化劑 他反而不會有花心 等等這樣的狀況會出現 再來 那如果是貪狼化權呢 什麼時候貪狼會化權 幾年的時候 無許化路 那貪狼會化權 那這時候表示什麼 這時候表示說啊 夫妻公平會表示說 我們自己對感情的態度 然後在外的展現對不對 所以這類的人呢 他通常啊 很願意為了感情的對象花錢 他展現出來很大方 願意為了感情對象要花錢 那他也希望 他感情對象是要很多 很多能力的 可是他貪狼化權了 貪狼化權 我的慾望產生了 希望要控制 希望要更多的掌握 所以 我在外面很大方 為了我的感情會願意去花錢 可是實際上呢 我卻是因為 我要能夠在感情上有主導權 所以我很大方 反而是這一組啊 我要有主導權我願意花錢 那只要有煞星出現 或是運線又走的 比較花一點 反而是這一組呢 會比較容易啊 會有桃花的問題出現 因為我希望要掌控嘛 那掌控不見的是一個人 你會覺得可以掌控 可能就是很多人 而且又大方 那如果他是畫露呢 露叫做啊 本來不屬於你的多出來的東西 我因為慾望而產生了很多的感情 所以這個一般我們都會說啊 這個人啊 他其實啊 在情感上面很浪漫啦 然後那個貪囊的特質嘛 貪囊的特質叫做 懂吃懂喝懂玩然後博學 那因為 懂吃懂喝懂玩博學 然後對人又很好 這就是貪囊的特質 而他把這樣的特質放在他的感情觀上面 他總是知道怎麼帶他想要追的妹去哪邊好玩的地方玩 他總是可以在喜歡的人面前呢 展現他博學的樣子 而因此 世話是因為心藥產生的畫露 他因為這樣的特質 而造成了他在情感上很多緣分的增加 那這個人呢 他會不會這樣花心 不要忘記他對面又有一個無曲心對不對 所以啊 通常這樣子的人呢 很像什麼 很像是那種 在情感上面啊 或是在公眾上面啊 很風趣幽默 然後得到很多意境關注的這樣子的人 可是其實呢 他乖乖的 因為他真的要跟人家交往 他就要想著 喔 很多人喜歡我 可是這個 這個女生啊 很愛買名牌包 那我可能要小心 這樣我養不養得起 看起來好像人緣很好 可是實際上在感情上面 他卻會去務實的去思考 OK 所以怎麼樣來看這個事的話 你必須要對應星藥 然後對應對共的星藥 然後從每一個星藥 它什麼特質 然後 再去解釋它 這樣子解釋出來呢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細膩 如果大家喜歡 我們就一系列拍下去 那個貪狼對面還有指揮的那個 還有連真的那個 那你就會知道說 當貪狼劃路 而對共是連真的時候 他這樣子啊 去影響連真經 到底算不算連真情白隔 那個又有慾望 然後又有很多好人際關係的人 他有沒有辦法控制住自己 還是他會亂來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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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